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姓贾 叫贾富宝 主要是搞技术工作 过去那个大棚建筑也比较简易也很 再一个就是它全靠人理 就是拿人工来拿 但是现在农村里边就是外打工的这些人比较多 都剩下老额病残的 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大棚一般的 它这个季节就是到冬季的时候 它用量比较大 当时这些用户希望有一个 你机械的话取代这个劳力 叫他们从这个重体的劳动里边解放出来 就这个情况 因此我们就搞这个卷连机 这个机器的原理就是 这个是个卷轴 卷轴以后通过这个 通过电机 电机传动 通过三角皮带 才传到这个减速机 减速机部分再过来以后 就带动这个卷轴 从这个卷轴 那个拉紧绳 把这个覆盖窝 整个 整个就是卷上来 放在大棚里 劈开封口 适当的位置 就可以了 这是刹车几步 这是刹车手柄 这就是刹车了 刹出来后 就要停了停下来 就把这个一搬 这个刹下去 如果是现在运行的时候 我这一放 这是转向开关 先把电源送到上头 这就开始启动了 这个 这个所谓是 正反转 正转的时候 就是它就是往上卷的 反转 那就是把覆盖窝 就是要放下来 对我想象中那么好 放帘子还有点问题 放帘子难放 给老百姓减轻不了 那个体力劳动 往下覆盖的时候 它是靠那个自重 落的时候 慢慢就会落不下来 还要靠一定的人力 拿个一定的工具 从上面再勾下来 根据这个原理的话 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弊端 因此我们就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把这个 背负式的卷帘机 搞出这个自主式卷帘机 第二代是 把原来那个 后制式的 现在改成前制式 通过这个电机轮 通过三角皮带 带动这个大带轮 就像这个机械手一样的 用大碰卷帘机 第一部分 就是这个减速机的壳体 壳体的话 它原来是 重量是110多公斤重 现在经过这个 高变位和这个角度变位 从体积上减小了 从结构上是 通过这个磁路传动 对这个高变位 和那个角度变位 增加了这个磁路传动的强度 变成的使用寿命 还好啊 比原来这个强迫了 这一个机械 能带起三四个人 四五个人不能想 一个是生活 而且是四个人 兄弟们 大家好啊 今天又见面了 我是原胖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发明项目 这个发明项目呢 是一款比较便宜的保健按摩鞋 你看啊 每个人的脚底都有很多的穴位 按足底是很有好处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发明人呢 不仅在这个脚的上面 安排了这种点击穴位的点 特别是这三个点啊 肘部凹下去的时候呢 它能够按摩到这个穴位 起到这个保健的功能 据发明人说啊 还有我们的记者体验了一下 就是好像这个脚底这样子 按摩一下 对这个肾有一定的好处 特别是男士啊 谁用谁知道 但是呢 我认为啊 它可能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 虚精活血管脊疲劳的作用 可能呢 按一按也有一定的好处 发明人呢 是一个比较老实的这种农村的 没什么钱的 这个发明人 发明这个东西呢 很不容易 我们也算是给他做一个小广告 鼓励他这种创新精神 如果呢 你对这个鞋和对这个发明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咱们的这个发明明官网去看一看 里面有很多的专利产品啊 今天投票的呢 你就点击了解更多 哎就可以了 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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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